疫苗通行症的適用範圍 具體而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會按照 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症規例 即第599L將發出指示 疫苗通行症將會適用於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規例 即第599F下的第一 所有的餐飲業務處所 以及第二指名表列的處所 而大家現在在螢幕上高可以看到 現時仍然開放列出的處所 包括會址、商場、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街市或市集 以及酒店或賓館 而在2月24日之後可以營運的處所 我剛才也提及了 我們是會稍後公佈社交距離的措施的 除了剛才說的處所之外 同時也有一些地方 是會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實施疫苗通行症的 當中包括學校、政府及公營機構的辦公室、公營醫院、 安腦及殘疾人士、院士等等 不過以上個別以行政指令方式實施疫苗通行症的處所 對適用的人員和範圍可能會有不同的規定 例如現階段來說 公營醫院求診的病人和陪同人士、中小學生 又或政府辦事處的服務使用者等 現時是可以獲得豁免 稍後如果對學校或安腦及殘疾人士 院舍實施疫苗通行症的一些事而查詢 教育局副秘書長和社會福利署的副署長 都可以仔細地回覆 至於接種疫苗劑數的規定方面 疫苗通行症現時來說 是會分三個階段去逐步落實 即是說一般人士去到最終 是需要接種三劑疫苗的要求 不過現時至到4月29日為止 是作為第一階段 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將會是需要 適用於在十二歲或以上的人士 他們是需要接種了一劑的新冠疫苗 至於第二及第三階段的要求 就好像螢幕所示一樣 分明和興遊樂場短期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下午兩點半開始暫停服務 政府說由於運作受寒冷天氣影響 為了安全起見接種中心暫停服務 到星期四早上九點 受影響的預約會自動延期 據了解由於近日天氣嚴寒 加上下雨 承辦雙憂接種的市民 和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全 所以和政府協商後決定暫時關閉 當天氣好轉會重新投入服務 另外中心恢復運作後停派即日炒 都下個月3日恢復安排 賦予小輪中環來往紅磡航線暫停服務 賦予小輪說由於基建故障 以及涉事小輪正停泊在中環碼頭未能洗開 中環來往紅磡航線今天暫停服務 另外港九小輪也公佈因應疫情嚴重 減少來往中環和榮樹灣的斑池 公屋輪候時間再創新高 去年12月底一般申請者和長者一人申請 分別是平均輪候6年和4年 都是平在1999年的紀錄 兩個數字比去年9月底分別是升了0.1年和0.2年 防委會解釋主要是由於多個大型公共屋村項目 包括粉嶺皇后山村、鑽石山、啟鑽苑、 深水埔白田村和大埔蝴蝶村 在去年第四季落成 令不少輪候已久的一般申請者獲偏培公屋 他們的輪候時間因此反映在最新的數字當中 東涌日東一村迎日樓和沙田薄康村博達樓 完成遺風強檢 一共發現211宗初步確診個案 延長一日遺風的薄康村博達樓 兩次檢測共發現116宗初步確診 和4宗不確定個案 至於東涌日東一村迎日樓 就發現95宗初步確診 和8宗不確定個案 另外沙田縱安村縱和樓 下週被遺風強檢 居民需要在夜晚9點半前接受檢測 當目標在明天的中午完成行動 疫苗通行證星期四起床後 到時市民進入食肆、商場、百貨公司、 超市和街市都要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當我指疫苗通行證分為主動查核處所 和被動查核處所 其中餐飲處所和會指 市民進入時需要主動出示疫苗接種紀錄 負責人會透過應用程式掃描疫苗接種紀錄的二維碼 至於商場、百貨公司、超市和街市等 市民在進入時不用主動出示 但需要帶備在身上 以公執法人員查看 政府亦以行政指令的方式 要求進入學校、公營機構辦公室 殘疾人士院舍的人士接種疫苗 但醫院求診者、中小學生、政府服務使用者暫獲豁免 首階段疫苗通行證 所有12歲或以上的人士 需要接種至少一劑疫苗之後 才可以進入指定處所 到5月時 所有成年市民需要接種至少兩針 7月就更加要接種第三針 被動查核的處所 包括商場等等 好像我剛才提到 其實這一個是一個 好像攜帶一個身份證 出街那麼簡單的工作 使用他人的紀錄 其實和使用他人的證書 或者行使一個虛假文件 都是相類似的 我們以往都有一定的 同樣的罰則 或者一些執法的行動 是不希望市民使用別人的接種紀錄 其實這個亦都去回到 剛才我最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是希望大家是接種疫苗 其實不是一個很艱難的事 必須要經過商場 才能回到家 或者回到屋供呢 在法例上 我們是會容許 這個是作為一個豁免的例子 但是當然了 這裡裏面都要有個合理性 就是說如果你其實經過商場 是不是真的只是回家 或者只是上班呢 而不是順便去隔離買一些東西 或者是做些什麼呢 我想這一方面 我們當然是會著情處理 過去24小時 共有13名感染了雙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離世 分別就是七男六女 年齡就介乎11個月 直到97歲 我想說說那個11個月那個大女嬰的情況 這名的女嬰就因為持續的抽搐 在2月19日上午 就被送到去張君澳醫院急症室求診 醫護人員就為女嬰進行急救 入院之後就跟她測試了之後 就發覺她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是呈陽性的 在昨天我們確診了7533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52837至60369 在這7533宗個案當中 是有3229宗是由醫院管理局去確診的 在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所做的樣本當中 在這些樣本裏面我們發現有20宗個案是帶L452R 其餘的樣本如果做了機因分析 要不就是L452R是陰性或者仍然進行化驗 在昨天我們收到的新增情報共有6892宗 在這兩天我們就跟私家醫院不斷地商討 希望轉一些病人去私家醫院 協助我們照顧這些病人 我們很高興 私家醫院的同業反應都非常之正面 我們就著一些細節就現在在商討感 也都等著私家醫院那方面落實就可以實行 我們希望在兩三天之內就可以成事 我們其中一個大的方向就是 將一些正接受療養、康復治療的病人 轉到私家醫院的 另外我們都會透過我們一路以來的公司 迎合協助計劃 將一些接受日間服務的病人 例如是一些放射診斷、洗腎的病人 轉到私家醫院 馬會確認 連馬斯葉楚行在沙田馬場 定期新冠病毒檢測呈陽城 連馬斯葉楚行正在隔離 以待衛生當局進一步指示 馬會正在追查是否有密切接觸者 葉楚行上星期所有核酸檢測 包括昨天都是陰性結果 獲准出席昨天的沙田賽事 和今早早的晨操 馬會規定連馬斯和騎士 每天都要接受核酸檢測 拿到陰性檢測結果才可以出席賽事 神噪和其他在馬場內的活動 沙田重安村重禍樓下午被衛風強檢 東獄在大廈地下設置檢測站 居民陸續來接受採養 政府說大廈排放的污水原本 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懷疑大廈有隱形患者 經評估之後 認為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 居民需要在晚上9點半前接受檢測 目標在明早約中午的完成行動 請問一下 你有請問一下 匯獨立 我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